完美世界特别篇来了 芸汐又美又惨 十号又霸道又无敌 仅用三招就秒了战天歌 叶青仙也跟着出场了 大家觉得这次特别篇怎么样呢 十万里护送即将走到终点 十号芸汐本来应该相认的 可十号肩负莫大的英雄 为了不让芸汐沾染 她只能忍痛掩盖身份 独自一人扛下所有 看着芸汐伤心落泪 她颇感无奈 却又无可奈何 总的来说 这次特别篇惊喜多多 大家都知道完美世界打斗墙 如今再看这次特别篇的感情戏 简直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芸汐的内心已经笃定了 十号就是下界的那个 可十号一直推脱 这种反复的拉扯感让人揪心 而将时间线回到开始的那一刻 芸汐做起了梦 她梦到了十号 可她要用手去触摸的时候 却忽然惊喜 睁开眼 她看到了化名为摩西的十号 两人在随后的交谈中 谈到了下界的时候 十号怕自己忍不住暴露身份 只能独自一人找个地方进进 经过连番的大战 她已经受伤不清 然而危险很快又到来了 战族年轻一代的王者 战天歌找到了他们 于是两方展开了追逐战 十号先是清理掉一群小虾 不过战王实力超群 他只能画出铃声 带着芸汐逃跑 而他则独自拖住战王 只是因为画出铃声的缘故 他本身的实力受到削弱 被战王用不灭战役困住 虽说拖了一段时间 可战王布下了战族困敌之法 将十号铃声和芸汐困住 他们还是没能逃脱 在困敌之法中 灵声因为担心芸汐 被战王找到机会 用绝强的不灭战役 打到重伤 而一边的芸汐也被战王捉住 这个过程中 她的灵溪耳坠 掉落到炙热的岩浆中 就在战王即将剥离掉 她身上天命时的时候 本体十号纪念洞天 恢复了一些实力 强行闯入困敌法中 解救下芸汐 这时的她有雷道秘法加持 一身帅气铠甲在身 竟显霸道绝尘的气势 恍惚中 芸汐又看到了 下界十号的影子 另一边 战王也是差 不过她依旧战役废腾 召唤出了战王身 接着 十号和她再次交手 雷道秘法加持下 十号的战力更加强横 她只是一击 就破碎了 横贯天地间战王的武器 而后又是一夜 穿透战王身的同时 将至击溃 最后 她再是以雷道四绝 施展奥义 九天结光 施法过程中 认出她是荒的战王 只得慌忙逃脱 可却被芸汐控制住 待施法完成 一条雷电四翼的 黄金巨龙冲向九天 一口吞掉了战王 而后 巨龙直接冲开天穹 将困敌法破除 十号芸汐因此回归现实 不过灵溪尔坠丢了 芸汐很伤心 并且她更加坚定了 十号就是下界的那个 因为两人重合的地方太多了 几乎就是同一个人 就在芸汐逼问十号身份的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发出声音的那人 让芸汐陷入沉睡 更加恐怖的是 她竟能让周围的时间 以及一切事物静止 那人正是叶青仙 来自仙区 与天地奇兽 与日月同徽的恐怖大能 她帮助十号疗伤的同时 还想收其为随从 还得是叶黑的孙女 这番因果 你怕是吃不下 不过十号没答应 叶青仙见了一面 满足了也就走了 此时的时间 还处在静止 十号忍不住触摸芸汐脸颊 她无比享受这一刻 并对这种感觉 留恋不止 奈何她万般因果加深 注定了 只能一个人独行 她不想自己在意的人 受到伤害 因此 在芸汐醒来之后 她又装作了默然 不过再寻回灵溪耳坠的时候 她还是露出了破绽 一不小心 她将自己携带的耳坠 交由芸汐 当芸汐感受到十号的气息后 她更加笃定了 直到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魔舟边际 芸汐鼓起勇气 是要让十号承认 你就是我的内力过人 本来这次 两人是很有可能会相认的 不过十号感受越深 就越不能相认 我真如柳神所说 我终将站在岁月长河 一度半身都放掉我 对你来说 才是更好的选择